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最後一次 又是我阿榮 今個禮拜是繼續回到前一個禮拜的教學 就是XD 如果未看過那一集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先看看第一集是哪 第一集是做了Animation 今集會將它變成真的HTML 先看看HTML的成品 我們會做一個Animation 我們會介紹如何在XD到Export 如何優化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HTML 我們就開始教學 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在連結中應該會有 一個文件的下載 以及這個Project的Ghub 如果大家想下載完整個完成品 就可以到那裏下載 開始了 首先去到XD file XD file 首先要Export 我們就選了Artboard 首先要改靈點名字 我現在已經改好了 如果你要改的話就可以在Item 如果不見Layer 就可以打開Layer 左下角 DoubleCat就可以改名字 下面這集圖 我們就叫做 下面這集圖是T1 T2 T3 T4 8 然後我們就有Layer BGLayer1 BGLayer2 BGLayer3 三層的圖 然後還有Logo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Export 你們應該看到的 是這樣的 讓我回覆一下 好了 我們可以怎樣試 這集圖 例如我們可以 右按鈕 然後右按鈕 檢查 或者是可以選選選擇 選擇 選擇新圖 如果大家下載了 你能夠直接選擇 作為選擇 接著我們開啟新 Folder 裡面叫 Images 用來包含所有圖片 在Export 裡面有不同的選擇 PNG、SBG、PDF、JPG 因為有透明的,所以就有 PNG 然後在Export 上是 For Design 或 Web 也可以 但在 Web 會一次過偶兩張圖 一個是一倍的大小,一個是兩倍的大小 就給予 Retina 螢幕或 PC 螢幕 Double Pixel 還是 High Density 的螢幕 所以這次就不會說怎樣做 Retina 版本 所以只會做 Design 所以只需要按 Design 只會有一種圖 好,那我們就 Export Export 之後我們就看看 Folder 就有 超初裡面 接著就有 Images 你看到圖片都很大 尤其是這三張 1、2、3 600多K、700多K 所以一般我們會再 Optimize 圖片 因為流量是很貴的 所以一般我會建議大家去 Tiny PNG 如果你有付錢的話 它有 Pub-In 放到 Photoshop 就可以直接用 如果不是的話就可以網上版 去到 Tiny PNG.com 連結都會在 description OK 我們就把圖片拉進去 它專門是幫我們縮小 PNG 你看到它由600多K 就變成100多K 它是縮得很好 也都是沒有什麼Loss 很輕微很輕微 現在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下載 下載了 下載了之後 我們就把圖片放開 好 OK 把圖片放在這裡 我們就 把圖片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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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去 把圖片放在圖片裡 然後再把圖片放在這裡 然後再把圖片放在這裡 準備好了 準備好圖片 準備好圖片 之後 就可以用我們的圖片 來打開 我今天會用Visual Studio Code 如果大家沒有用過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去下載 可以去Google 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去下載 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去下載 因為很多人是第一次 做這些HTML 所以都可以去下載 這條圖片 我會把圖片放在我下載 可以下載 可以下載 安裝了之後 會把圖片放進去 這樣就會打開圖片 好 這次我們有一個 是需要用的 你進去之後 這裡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server 是要用的 就是Live Server 你可以搜尋Live Server 我們會用來 preview我們的HTML 那你就安裝了 當然 你想安裝其他都可以 例如我經常會安裝的 可能是HTML 的 拼音 或者是Live HTML 的拼音 我們都會用 JS的拼音 會幫助我們 方便我們去做事 好 那麼 Visual Studio Code 就不多說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我之後就開一集 專門說 Visual Studio Code 或者是怎樣去到 optimize 我們 怎樣優化我們 我們的 Editor 我們首先 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開一個新的Folder 我們需要開兩個新的Folder 用來安裝 一個是Styles 另一個呢 這個Folder 就是我們的 script sript 又是s 現在的 應該是inal 名 好 接著我們開新的HTML 新的HTML 然後我們是index.html 現在就看到我們的HTML 我們便開始打我們的HTML 我們便開始打我們HTML 如果你是 再重新一說 如果你是不知道的話 打完HTML之後 裡面出了不同的Snapiche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找些關卡 例如是HTML SNAP PIT 有些不同的HTML SNAP PIT Snap PIT的意思是 你打幾隻字會幫你打好其他東西 例如打HTML 它就到了這裡 它還會自動幫你選擇了TITLE 例如是HTML 然後它幫我選擇了TITLE 我們就可以改名字 TITLE名叫做 XD-Auto-anime 它就幫你選擇了Script是Main.js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一個 Main.js Main.js我們不用選擇 然後我們還需要一個CSS 我們在Style裡面也有一個File 就叫做Style.css 好 接著我們一樣 它叫Main.css 已經幫我們寫好了 我們就按照改名字 沒什麼所謂的 這些名字就我們 Rename Main.css 好 我們就準備好了 首先講一下我們的結構 有Follow之前的HTML基本教 我也知道 我們HTML裡面 是一個 我們叫做Container的結構 一些容器 有些容器 都包著一些東西去做定位 所以我們有第一個 就是叫做 最大的一層 它是控制所有東西的 我們叫做ID PageContainer 它是整個Page 接著我們就有幾層 接著裡面 我們就有ID 我們叫做BGL1 Level1 接著我們有ID 為什麼我們用ID 不用Class 因為ID 是唯一的 所以 在CSS 可以用ID 我們就會用ID 因為它是唯一 所以 CSS 走的時候 會快一點點 我們有三層 所以就有三層 其實是有四層 因為我們做一層 顏色是會做漸變的 4 接著我們在1和2 中間 我們就有一個Logo 所以就有一個ID 等於 這一層 我們叫做Logo Container 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IMG 這個IMG 就是Source Source Source 就是MainImage 裡面的Logo Png 它就會幫助我們 這一個ID 叫做Logo 好 除了這四層之外 還有下面的8張圖 首先 我們就 製造一個Row 這個 就叫做 Slide Container 好 接著 我們就 我這次的排法 會是這樣的 我先打開圖 你看到 這裡 它是 四張四張 的排法 所以這次 我自己的結構 會是 先有一個Row Row 那 Row 就會有些 不同的 卡 卡 裡面 就有 IMG 我們就要T1 T2 T3 T4 T2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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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重複這個Row 記得 在Copy的時候 到頭部的Copy 就會好 如果想穩定一點 用Edit 通常會有些減好的 它會收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先打開 這裡是5 6 7 7 8 現在已經保存了 如果你有安裝我剛才的Live Server 的 plugin 先打開 這個 下面有個 GoLive 按一下GoLive 按一下GoLive 它會打開網絡 在這板上 有個Logo 下面有八張圖 所有CSS都還未有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CSS OK 首先去到 Copy Page Container 我們可以把CSS 把它放進去 我們拆開 方便點 今天主要都是這三個 Main.js Index 還有CSS 首先我們要修改 最基本的 HTML 還有Body Deport 我們需要拆開 例如 10.0 Margin 0 跟著 With 100% Height 100% 好 接著我們就開始 Page Container 正好 正好是ID Page Container 我們就是 With 100% Height 100% 接著就是 Position Absolute 接著會有 Left Top 其實Position 需要Absolute 可能不需要 可能是不需要的 我們就先給它一個 背景色 暫時 0.0.0 好 稍後 去到剛才那頁 這裏 因為這裏是不適合的 Style 裡面的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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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回合 連回合後 看到了 OK 接著我們就要 我們要開始逐步調教 首先就是 這幾個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們都是 Full Screen 對嗎 我們去到圖 看到它們都是Full Screen 所以我們會給它一個 功用的Class 例如叫做 Center OK 這個也是 Center 我們可以說 Dot Center Dot Center 它是Full Screen 所以就是 Width 100% Yes 100% 然後就是 Position 是Absolute 之前沒有教過 Position Position Default 是Relative 也就是說 它是一塊 排下去下一塊 排下去下一塊 這個意思 但Position Absolute 這句 意思是 它的位置 是絕對的 跟上級是沒有關係的 接著我們就可以說 它的Left 是0 它的Top 也是0 OK 這句的意思是 它是佔了 整個Screen 那麼大 它是怎麼拍位 它是拍左手邊的0 還有上面的0 OK 就是它是 這麼大張 一個 好 我們先回去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些 Background Image 首先就是 BG1 我們就可以 Background Background 我們點進去 Background URL 接著我們就可以畫 點點斜動的意思是 上一層 我們先打開Folder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是在 Ming.css 這裡 點點向上 上一層 OK 在這一層 我們會找 找什麼 Image 對不對 接著我們要找BGLayer1 好 Save了它 過去看看 看看 看看 BGLayer1 OK 但是 Position Absolute 它的Default 它的 我們需要 因為它一層搭一層 它搭著 所以 可能會有些問題 我們就把它調整 C index C index C index 就是它的 上下層 看看 應該是 大家看到這有一點 因為我忘記了 好 現在看到第一個 畫面 順便做其他 就是 Copy 2 3 2 3 接著 Layer2 Layer3 Layer3 現在有三張畫面 第二層 應該會選一個 Logo 在中間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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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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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頭髮的,不需要理會 待會便會避免 接著是Logo Container 一樣 它是在中心的 所以我們要把Logo 做成完全之中 Logo Container 轉為 Zindex 為了顯示方便 先把6 先把6 插上去 我們需要 Display 為何不打在中心 因為 至終只有 Logo Container 所以我直接打在 Logo Container Display Flags Justify Content 上課已經有 HTML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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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之中 就可以把 丟到下一層 4 遮掩 調好 次序 調好次序 下一步 現在 這一層 背景 Logo Container P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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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er 背景是不適合的 我們先看看 這裡是漸變 我們可以怎樣 Copy 漸變 我們先試 看看 顏色 CSS的漸變 很簡單 Copy 顏色 我們可以去一個 你懂得打的話 可以直接打 不然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 CSS Gradient 網站 可以Copy 例如 這個 我用的是 CSS Gradient.io 它可以幫我們做 Gradient 好 我Refresh 網頁給大家看 是怎樣的樣子 進來 應該會是 差不多 首先我們要選擇 我們要一個發射型 接著 在0 我們就 進入顏色 OK 接著 尾 就是 黑色 0 0 接著 下面 就會Copy 有 CSS 這裡 右手 有 Max Compability 即是 如果需要支援 一些舊的 網站 例如 IE6 或是舊的 網站 可以選擇 多了很多 如果不需要的話 就像我一樣 不需要 我們可以Copy CSS 回到 Code 那裡 把背景 移動 好 我們過來看看 回到 網站 現在是黑色 是因為 Layer4 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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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背景 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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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我們把 Slide 做好排位 我們 Copy 這個 它是ID 所以就是 井 它 是怎樣的 它的Position 當然 是Absolute 接著 Width 是100 那 它的Height 是彈性 所以 我們不理會它 接著 它的Display 是Flex 接著 Flex Flow 就是 Column No Warp 應該 No Warp 意思是 它不會斷行 所以 它超過了 依然會在 右邊 一直拍下去 為什麼它在右邊 因為我們在 Justify Content 選擇了 Flex Start OK 如果對於這些 不清楚的話 就回到上一集 看看 因為Flex 有很多選項 我特意做了30 就是講解一下 如何做 Flex OK 切好Flex 之後 另外 我們需要 再看看 看到它 到了下面 Roll Roll 才對 Roll 才對 接著 它也需要 Cindex 因為現在是 Absolute Absolute 的任何情況 應該是0 但是0 應該是 Relative 在面 所以我們需要 Cindex 即是 它的Layer 是第幾層 最高 現在是5 所以它在面 即是6 看到它踩著面 但現在它依然是 直的 為什麼呢 讓大家想一下 為什麼 可以 因為在下面 有一層Roll 再包住了 所以我們一般 做CSS 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 破題 即是我們怎樣去解 BugFlex 通常就是這樣的 要是向下找 即是說 現在是這層 為什麼它裡面的東西 有問題 我們就向下找 找下一層 看看關不關事 如果不關事 再找上一層 會不會影響到它呢 所以我們現在 首先要調整的 就是 Dotroll Dotroll 一樣 首先就是Flex 這些東西 好 OK 接著 我們要把 Width固定 Width 是100% 但是 因為它是Flex 因為上一層是Flex 所以 在這裡 除了它本身顯示 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也需要 做少許 事情 就是 就是 我們需要 將它的 Flex Shrink 變成0 Fresh Flex Flex Grow 變成0 OK 沒有Grow 沒有Shrink 接著 我們需要 一點點 Pending 我們稍後看 情況 好嗎 如果這個情況 你就會看到 它應該是 這樣 打橫八張 OK 我們做到 打橫八張 接著 接著 是在 上面 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 已經做過 一個 就是 Center 就是 Position Absolute Top Left Absolute 的情況 我們可以自定 它是在哪裏 所以我們就在 Slide Container 在這一層 我們一次過 控制 這兩層 放在哪裏 我們就把它 Bottom 0 拍底 但現在拍底 就很醜 所以 就 給它一點 Pending Pending 決定 上下左右 有多少 就 10個Pixel 好 回來 這邊 就有10個Pixel 左手邊 下面也有10個Pixel 但右手邊 就撐開了 為什麼呢 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 Wight Click inspect 就會打開 inspector 你的inspector 可能是 Dock 如果你想像我這樣設定 就可以在這裏 把它拔出來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這樣做 看看 我們在Highlight 就會看到 明不明 我們這個應該是100% 但是 為什麼呢 我們右手邊 是不見到 有Pending 現在黃色 淌淌跨在那邊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在旁邊 打一下 當然是因為 box sizing 問題 因為Pending Default 是不計算到 Width 不計算到 寬度 所以我們需要加一句 告訴大家 我們需要把Pending 計算到寬度 就是box sizing Bolder box 現在可以看到 右手邊 就是這樣 就是正常的 這樣就是正常的 右手邊的黃邊 就是正常的 好 接著我們就 開回曲 在這裏改完之後 記得開回曲 就是box sizing box sizing Bolder box 這裏有10個pixel 上下左右 我們的roll 那裏一定是需要 有的 但是在roll之前 我們首先 決定了 裡面的卡 我們有一個 share的 class 叫做card 它是幾闊 當然是25% 一行四張 是嗎 25%這麼闊 接著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 它也需要一些Pending 它就需要10個pixel 的Pending 由於它有size 有Pending 所以我們也需要box sizing 好 接著就是我們 我們巡例也要控制 裡面的image OK 這句意思就是 DOT CARD 裡面的所有IMG 就是這些情況 OK 裡面是怎樣呢 它的width 是100% 它就會看著上一層 這個25% 來更改自己的大小 save 之後 回到這裡 就看到了 縮小了 我們inspect 看看 OK 現在正在 大約適合 但是 看到 margin 不是很適合的 不是很適合的 看著 是很適合的 是適合的 OK 但是呢 可能左右 嗯 嗯 我們 這個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縮小一點 來試一下 可以看到 會自動和我們縮小一點 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四排 OK 好 我們大致上的 CSS 就調好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調整一下 例如現在的背景 是不適合的 尺寸的 應該說的位置是不適合的 你看到呢 我們最初開始應該是蓋住了 你看到背景的尺寸 也都是大一點的 對嗎 接著呢 每一層才縮小 例如第一角 其實它是這麼大的 第二層它是小一點 第三層 也是小一點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呢 我們有幾樣東西要設定的 我們會在 中心設定 我們可以 公用化它 關於背景的畫面 我們有很多選項 例如是 我們需要一張背景 它的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有兩個數字 首先就是打橫打直 打橫 然後就是 打直 垂直 然後就是水平 Center Center 我們回到 看到呢 首先就是置中了 置中了之後呢 接著呢 背景的 Size 它的Size 它的Size是怎樣的 因為呢 現在你見到 網站 它的Browser 是不一定按照你 心目中的比例的 所以呢 我們就 Background Image Size 我們有兩款選擇 一款 就叫做Cover 但是呢 這裡有一點問題的 你看到呢 我現在有Scrollbar 所以我們首先要隱藏 額外的東西 我們可以怎樣隱藏 額外的東西呢 首先就是在 Page Container 我們在整個Page 那裡 我們呢 CSS上有一個屬性 可以隱藏它們 那個屬性叫做 Overflow Hidden OverflowHidden 的意思就是 超過它的東西 全部都是隱藏的 OK 那我們就要 交換Position Relatives Position Relatives Position Relatives 即是 所有東西都是以這一版 為作為基準 那我們就 OK 那我們就不會有那條Scrollbar 那我們就可以 繼續調教 我們的Background Size 我們去Center 這裡 在Background 我們現在設定了 Background Position 和Background Size 但你會發現 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下面這裡 都是打Background 其實Background 是一個綜合的性質 它裡面包含了 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Image Background Size 所以我們就要 特定了一些 東西 首先就是 我們例如 這個是一個 Background Image 這個也是 Image 它就不會影響到其他屬性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 一行過 這一個就是 Background Color 好 我們就過來 應該看到 現在它就會 按大縮小 它會自動縮放 但你現在看到 現在是會重複的 因為現在我設定了 Background Size 是Contain Contain的意思是 一定會展示整張 這樣的意思 但是 我們有第二個選擇 就是Cover Cover 就是 用最長的 一定會遮住整個畫面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一定會遮住整個畫面 這個情況 我們就會用Cover 它是一定需要遮住整個畫面 它是Center Center Background Size Cover OK 然後我們可以再調整一下 大小 我們可以怎樣調整大小呢 我們會用一個 CSS的前面 我們會用 Transform Transform 有很多選項 我們會用 Scale 放大縮小 第一張是5倍 1 1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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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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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倍 3倍 打錯字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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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再大一點 接著呢 第二層第三層 我們再設定一下 第二層 1.8 這個數字 我沒有詳細調整過 可能和大家下載的版本 可能會有少少出入 但是 這些是隨心的 因為不同情況會有少少不同 1.5 1.3 我喜歡這個比例了 我們就設定好了 現在下面這層 很煩 所以我們希望HIGH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有兩種做法 首先第一種就是 我們在Slide Container 現在Bottom 我們一樣用 我們有很多種做法 首先就是Bottom 我們可以把它 Bottom 是可以 由底開始數 所以可以負 例如我會負 500個Pixel 現在就在畫面下面 但這樣就不夠穩陣 我喜歡把它 Transform 然後把它 Translate Y Y就是上下的意思 OK 向上垂直 轉換 垂直 以動 然後我們就給它一個數字 我們是 Y 是由左上角開始數 OK 所以上面 我們就給它多500個Pixel 好 Save了它 看到它一樣是 落到下面 OK 它就不會妨礙我們 待會看我們的動畫 好 接著我們就開始 設定我們的動畫 好 今天 關於動畫的部分 我們就不會自己全部寫 我們就會用一些 人家已經寫好的Library 去幫助我們 加快速度 我們就會用Anime.js 這是一個十分之強大的動畫Library 我會連結在下面 OK 如果大家 要知道怎樣使用 就可以 在G-UP 看看 OK 這樣 如果大家是沒有用過 NPM 或者是Node.js 的話 這個畫 呢 就有點困難 可以直接下載 這個畫 我們可以有 下載 我們可以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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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熟識用NPM 或者用Node 就可以直接 用Node 來in-store 用Node 這個教學 對你來說也太簡單 所以唯一方面不懂的東西 我們就下載SIP SIP有點大的 現在下載 稍微等等 打開下載SIP之後 其實我們需要只在Library 裏面的這個file 我們就Copy 去到你自己的Folder 我會放在Creative Cloud 我們會把所有script放在script 放在script 去到Editor 去到Editor 除了Main 我們還需要另一個script 照樣打 scriptsrc 就是 an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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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js 沒有打錯字 看看 min.js OK 好 先檢查是否打錯 scripts 沒有了 沒有打錯 我們就下載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 開始我們的JS 首先第一步 我們的script 不要放在上面 我們的script 要放在body tag的尾 即是body前面 用script tag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主要是因為 在上面走 一般我們會把我們真的要走的file 放在最底 確保整個body內的內容 都已經載出來 我們才會走我們的script 好 首先可以開始了 我們就會 挖一個東西出來 如果大家去chithub 看的話 我是用cons 為了方便舊一些人士 我會用挖 挖一個 叫做 intro intro animation intro animation 等於什麼呢 就是anime.timeline anime 這個東西是怎樣的呢 anime就是我們剛才匯入的那個library timeline是它的功能 可以去到它的官網看 在這個情況下 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隻很厲害的 Js library 這個是我十分常用的 簡單來說 它就是 你搭載它進去你的Js裡 之後 你搭載它進去你的HTML之後 你就可以說 anime 接著就塞一些priorita 給它 它就會自動和你做 不同的animation 我今次主要會用 timeline 這個 timeline 裡面的 這些工具 timeline的寫法 跟平時的 有些不同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功用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 再加進去 加進去 加進去 這樣寫法 實際上示範一次 大家可能會明白 首先 我們要做一下 Duration Duration 看看 results Duration 先看看 減出來 ENTRO collaboration 可以有看到 開關口,然後塞一些東西 例如是Targets Targets可以給我們一些 CSS Selecter 我們把它搬過來 第一個要Anime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背景 我們就可以滑滑 BG1 我們要Anime什麼? 首先我們要Anime Opacity 我們可以給一個方括號 一個Array 意思是由一個數字變成另一個數字 我們會由1 原本是1,變成0 然後我們把Scale 由原本應該是... 我們看看現在的CSS是多少 Background 1 原本是2.5 原本是2.5 特號變成5 我們先做一個 做一個之後 切斷好之後 它現在不會走 我們現在去我們的Document看 它會馬上走出來 OK 我們可以... 方便可以加一個Delay 它有Delay這個選項 Delay就是說它會延遲 我們現在Refresh 就是延遲半秒之後 它就會做這個動作 Duration 即是長度 我們可以... 例如是... 1000 即是1秒的意思 OK 那現在就會1秒裡面 Opacity 由1變成0 Scale 由2.5變成5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再調大一點 等Animation 久一點 Delay 好 給一點時間 我們飛過去看看 OK 好了 OK 我們有... 這些呢... 在... 我們挖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這些呢 就是一些功用的設定 我們加進去呢 我們可以Overwrite 但如果不然 我們就可以一直加進去 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 我們就... 加進第二個 括號 大括號 接著我們就... PARGET PARGET是什麼 接著當然是第二層 我們去看看 Copy 第二層 第二層需要什麼呢 第二層就是... Scale 我們搬過來... 這邊 好 第二層原本是1.5 Scale 就是由1.5 它就會稍微縮小的1.2 好 現在我們可以慢慢改變 然後呢 我們繼續... 加進去... Copy Target 是... BGL3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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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縮小的1 假設是1 OK 現在我們去Save 之後看一下 它就會是這樣 你看到它會逐個逐個來的 因為... Timeline就是這樣的設定 它會先走完第一個 走完第一個之後 走第二個 走完第二個之後 走第三個 所以很容易讓我們設定到一些... 我們叫做一些... 要完成了一個Animation 才再做第二個Animation 如果我們自己去寫這樣 JS就會很麻煩 所以就... 有人已經寫了這麼好的 當然是用別人的 但是呢 它這裡有另一個選擇 我們在Add這裡 我們現在有豆號來 0 豆號0 這樣你就會看到 整個Animation就是同步了 0的意思是 跟上一格相差多遠 OK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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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第一個相差多遠 我可以... 例如是給它一個很少的 例如100 這個是200 這樣就看著了 我們就有個層次減了 OK 你都可以把它... 調轉 例如是... 但這個情況我們就會是... 0了 除了第一個之外 我們可以全部... 0了 因為第一個一定是0 遇切 OK 我想這一個呢 我們就想再... 對了 我想後面那層呢 再縮多... 縮多一點 縮多一點 像中間那層呢 好 接著呢我們再Add 我們再Add 大括口 接著就是... Target 我們這次就是... Logo 所以就是... Logo Container Scale 它現在Default是沒有Scale的 所以是1 它原本是1 但是呢 我們會把它稍微放大 就是1.1 OK 我們就... 把0的 好了 這個就放大了 Logo 我想稍微遲一點 是大約 遲... 半...秒... 是500 呃... 遲0點幾秒 OK 遲100次 對了 稍微遲一點才出現 可能可以再遲多一點 對了 這個Logo呢 我喜歡這個Timing多一點 好 我來Refresh一下 OK 好了 現在就只有Refresh的時候 它才會... 自動播放 這樣就... 不是很方便 所以呢 我們一般就... 嗯... 我自己喜歡 它有一個叫做Opto Play Opto Play 應該是大價 我們就可以... Force 了它 啊... 應該是世界了 Opto Play 對了 Opto Play Force 了 它現在呢 就不會Play的了 我們要怎樣才可以控制它 Play呢 OK 我們就要寫一個功能 去Call它 才會Play 我們就可以有些詳細的控制 例如我有一天我突然決定 我們要... 混合所有圖 所有東西混合 或者是我還要再進行另一些設定 之後才會Play OK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就... 我們要寫一個... 即時行的功能 OK 這句功能的意思是... 當所有東西都Load之後就會行 這樣解釋 OK Logic就不大了 不大解釋 我們就可以說... introanimation.play 括號 括號是一個功能的意思 好 現在就跟剛才一模一樣 就是當它Load之後 它就會Play OK 那我就可以加回Delay Delay600ms 好 OK 除了這裡之外 還有些東西我們要加的 還差一層 還差一層 就是L4 G-E-T-S 就是BG BG BG L4 BG L4 主義就是... Opacity Opacity 它就會由... 由... 偷... 由不透明 就是1 轉成0 OK 這裡打錯字 記得打回 正好 記得打回 再save 再去看 我們refresh一下 好 看到後面的背景就會... 有黑色 然後review出來 這個呢 我也想把它... 嗯... 這個呢 我想把它改一點 就是 我想把它的Duration 延長一點 Duration 之前是800 我們就給它1500 就是1秒半的時間 好 接著它的Delay 也是200 好 好 這樣就... Smooth一點了 它下面的Background 是慢慢出現了 OK OK 之後呢 還有些東西 就是需要設定的 看看 對 接著就是 現在呢 我們就需要 把下面的 都顯示 上來 最後一個Animation 其實不是 還有一些Animation 我們就繼續 Dot Add 我們就需要 將... Slide Container Sorry Target Slide Container 我們就需要 將它... 什麼呢 將它的... Transform Translate Y 我們要有... 500 變成0 500呢 是String 要給它一個雙印號 接著呢 就要有... 嗯... 我按... 我按... OK 好 好 接著呢 它呢 也有Delay 它的Delay 就多一點了 因為... 所有東西顯示出來 它才會顯示的 所以... 理應呢 就是... 1500 加... 啊... 我們要改成2000 2000 加200 就是2200 所以就是... 以... 我們給3000 就是... 一秒之後呢 才會做 這個動作 OK 一秒之後 才會... 顯示上來 除了一秒之後 顯示上來之外呢 我們還要... 還有一些動作 要再做 例如是什麼呢 因為... 剛才... 我們... 原本的設定呢 就是... 當我們這個... 上來的時候呢 那些Logo啊 和背景呢 都要稍為向上移 去提升那個... Animation 我們就... 首先這個可以稍為縮細 好 2500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說... 一樣是Target 我們就在上面Copy 我們需要一個... Logo Container Logo Container Logo Container 今次呢 就是... 我們需要一個... Translate Y OK 它原本是0的 今次呢 就是... 稍為向上移 這樣就... 一樣是... 30px 30px 是... 要加人號的 OK 這個一樣是... 2800 接著呢 就... 再... 接著呢 接著呢 就是... 背景 D OK 一兩樣是... Target 是... Translate Y 今次呢 它動少一些... 25 我們... 有深度的... 接著就... 如此類推 Target BG L4 L3 BG L4 BG L3 接著呢... 需要20 或者是10 好... 接著就是... 記得... 提到... DELAY 好... 再看一次 上去 OK 這樣就變成這樣了 再看一遍 最初一部分 intro部分就完成了 但實際上我們還需要有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去示範 示範我們來玩一下 我做了的就是 當我再按的時候 是會再玩過整個動畫 我們在下集會再跟大家做 因為這次的教學已經很長 如果你是心急的話 就可以去ChitHub下載 ChitHub就是整個教學的頭兩部分 整個教學應該會大約三至四部分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記得留言 或者在Facebook、Youtube、我的網站告訴我 另外想收看我們的最新消息 就記得在Youtube訂閱 現在Youtube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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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的話 在我上載的影片 就會通知你 我已經有新上載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另外就是 以後應該都會安排在星期三的晚上十點 會做Youtube的首播 即是說 星期三的十點 會在Live的時段 我都會留在Check Room 在現場答大家的問題 我就繼續在Check Room 就會收恥地聽我自己的聲音 真的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